大家好,这里是拜拜 这期视频我们来盘点一下BD版中的宅宅萝卜吧 宅宅萝卜的机制很简单 无非就是种下获得阳光 但是如果宅宅萝卜被僵尸吃掉 那么僵尸就会得到加强 非常很简单,仅此而已 你以为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再深入一些吧 稍微深入一些我们可以知道 白天获得100阳光 夜晚获得50阳光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一个宅宅萝卜可以加强这个僵尸多少数值呢 这个宅宅萝卜给僵尸的增益 它能不能叠加呢 现在进入正片环节吧 首先我们测试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个效果能不能叠加 如果能的话最高能叠加多少层呢 第一个僵尸我们只给它吃一个宅宅萝卜 第二个僵尸呢 我们给它吃好三个宅宅萝卜 最后两个僵尸一起来打一架 看看最后谁能赢 那么我们开始实验吧 左边的僵尸吃一个宅宅萝卜 右边的僵尸吃三个宅宅萝卜 最后居然是 左边的僵尸把右边的僵尸给干掉了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宅宅萝卜的增益是不会叠加的 哎呀感觉瞬间就节省了好大的工作量啊 不然的话我们还要测试 最多可以叠加多少层 那么这个结论也很明显了 宅宅萝卜的增益最多只能有一层 属于唯一效果不可叠加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一个宅宅萝卜可以给僵尸多少的增益呢 在宅宅萝卜植物介绍里 只用短短的僵尸获得极大的像话 这么一句话就把增益一笔带过了 极大 极大是有多大的增益呢 我们现在开始测试吧 先测试移动速度 两个僵尸一起走 如果速度差不多一致的话 就说明我们猜对了 我们用1.5倍移速 双倍移速和三倍移速这三个僵尸 来和宅宅萝卜僵尸赛跑 最后事实证明 收了宅宅萝卜的僵尸 可以获得双倍的移动速度 那么移动速度是双倍的话 攻速应该也会是双倍的吧 我们放一个双倍攻速的僵尸 和他做一下对比 对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出了宅宅萝卜的僵尸 不仅可以获得双倍移速 还能获得双倍攻速 不过几个攻速加成 好像还是打不过 出了宅宅萝卜的僵尸 拿到攻击力也得到余生了 还是老方法 我们用双倍攻击 双倍攻速的苦将 人吃的沾沾卜卜的普将比一比 人吃科技果出的更快 最后激活已经很明显了 双倍移速 双倍攻速 双倍攻击力 现在应该可以打得过了吧 居然还是打不过 难道 难道连生命值也得到提升了 我们放一个普将 和一个出了沾沾卜卜的普将 让他们一起吃普通豌豆射手 和死蛋 以至一个豌豆射手 估计力二十 那么我们只需要 数豌豆射手 发生了多少死蛋就行了 除了沾沾卜卜的僵尸 这真的比普通的僵尸还要耐责 现在我们知道 沾沾卜卜 可以给僵尸多大的增益了吧 双倍的移速 攻速 估计力 就连生命值都满费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